爆竹车爆炸,工厂遭殃 阿是怎样,大白天就放弃烟火 彰化河美镇中卫里的福德宫 昨天庆祝庙宇洛城 晚间原本要释放烟火 但疑似因工人组装接线不慎 下午三点多,在门烟火的卡车当场爆炸 烟火爆竹四射 整车烟火都炸烂了 意外共造成两人受伤送医 附近的工厂也无辜遭殃,期货燃烧 记者到场采访时,残余爆竹又突然炸开 看着大家立刻奔逃 当时的民众有看到 整排货车都是着火的 好像有类似不慎引起旁边的民宅 还有工厂的火情 我们还在认定当中 看看这是不是一些 毫非法的爆竹烟火 将依法取缔的 动新闻涨发报导 动新闻涨发报导